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编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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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们扩大胶油的范围 还有生根 什么叫生根 就是好不容易有一个朋友 你要深入地去交往 所以叫做六处齐山 齐山是个地名 在三国时代是非常重要的地方 因为诸葛亮要打曹操 一定要通过这个关 大家有没有发现 如果没有诸葛亮 或者诸葛亮不下山 曹操很快就同意全国 很快 曹操最大的克星 就是诸葛亮 你慢慢去想 一个人的力量 一个人的力量 可以改变天下的局势 这是事实 如果没有诸葛亮 或者刘备请不动诸葛亮 诸葛亮不下山 曹操很快就同意全家了 但是话讲回来 诸葛亮出来又怎么样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 诸葛亮出来的时候 他已经知道了 他说时间已经不合适了 但是既然人家这么诚意 我就努力去做就是了 他老早知道是没有结果的 他老早知道 这是给我们很大的启示 一个人不要完全重视结果 不要 我们今天都是结果论 我们今天结果论很严重 记住一句话 不以成败论英雄 不以成败论英雄 结果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 人所能控制的只是过程 你有没有很认真 有没有很负责 有没有全心全意投入 至于结果怎么样 老天在决定 我不晓得各位接不接受这样的看法 你有把握的只是你自己 自己跟别人互动的部分 你永远是没有把握的 市场的变化 你没有办法控制 人事的流动 你没有办法控制 一个忠心耿耿的干部 突然间死掉了 你又怎么样 你能怎么样 结果 是听天由命的 过程 是你自己要全面掌握的 这就是孔子所讲的 近人事 听天命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一定要 好不容易认识一个人 我要想办法 深入地跟他交往 否则的话你就是什么 就是朋友满天下 知心无一人 连一个都没有 那你交到很多朋友干什么呢 一般的朋友叫做点头之交 泛泛之交 紧要关头他是帮不上忙的 他是帮不上忙的 我们要的是三五个 两三个就够了 知心的朋友 当你危急的时候 他真的会仗义挺身 来帮你忙 大家有没有发现 平常有没有朋友 其实不在乎 而是你危急的时候 你才会想到 朋友是很宝贵的 可是你等到危急的时候 你去交朋友 已经来不及了 那就叫做什么 叫做宁可才去挖紧 你口渴的时候才挖紧 来不及 所以我们要畏雨绸缪 要事先做好准备 你宁可一辈子不用 也不要到时候找不到人 那我先请问你 当你危急的时候 你要借钱 你找谁 你找谁 你随便开口 只要向三个人开口 都借不到 你就心灰意乱了 而且把时间整个拖过去了 什么叫六处其三 就是当你不需要钱的时候 你要试着跟你的朋友去借钱 看看借不借得到 你一旦需要钱的时候 你才知道找谁借才不会落空 这样就对了 我有好几个朋友 我会自己去规划 这个朋友我跟他开口也没有用 这个朋友我跟他就根本开不了口 这个朋友我跟他也没有交到 这个朋友上次跟我借钱 我根本不能借他 我这时候再跟他开口笑话 那我就剩下两三个 我怎么办 我就打电话跟他借钱 我说李先生啊 我最近有急迫的需要 你能不能周转两万块钱 看他怎么回答 他一开口就是不行 那我就知道这个人你是借不到钱 他满口答应 没问题没问题 我也知道这个人是借不到钱 你会发现 凡是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都是借不到钱 因为中国很简单啊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下面加四个字 从此不提 一个钱也借不到 我跟王先生借钱 我说王先生 我有急需要 两万块钱周转 你能不能帮忙 他怎么回答 他说你是要现金还是要支票 我就知道我借得到了 中国很简单 他问你你要现金还是要支票 他就准备借给你了 我说支票好了 他说支票你拿得及吗 因为他搁进去还有时间 那他就更准备借给我了 我说没有问题 有支票我就可以解决 他说那是你来哪呢 还是我派人送去 那就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嘛 我说我派人来拿 他说不要了 我找人跟你送过去 那这个朋友更值得交了 当他把支票给我的时候 我没有动用他 因为我根本就不需要 我会留下来一两天 看他怎么反应 如果他第二天就很急的问我 这样那样的话 这个朋友还是很麻烦 他有太多条件 你将来还是麻烦 两三天他都若无其事 我就打电话给他 我说谢谢你 你那个救了我一命 但是现在我钱已经调度好了 我把原支票奉还给你 感谢 我根本不需要 他说没有问题啊 你这个用好了 我就做记号 做三个星 这个人以后接线找他 我就不怕了嘛 我怕什么呢 没有啊 平常没有做这些工作 临时到处乱找 找了一碰钉子 你就心灰意乱了 中国人是救急不救穷 穷人没办法救 穷人怎么救 他是无底洞 那连急你都不救的话 那要这种朋友干什么 我问你 要这种朋友干什么 你救了穷人 就会制造更多的穷人 但是穷人难道不值得我们救吗 可以 你要告诉他 怎么脱离这个穷的困境 而不是给他现成的钱 让他去花 我看不同是在这里而已 以推动管理者走向成功为举任 客户的成功 就是我们的成功 与中国企业共同成长 时代光滑 平常 跟你的朋友 要透过各种不同的方式 去跟他互动 你才知道 他哪些方面是值得你信赖 哪些方面是他能力做不到的事情 这样才叫做彼此了解 然后 紧要关头 你才不会方张实错 同样的 哪些人你可以借钱给他 哪些人绝对不能借给他 你自己也要搞巧清楚 到时候就不会乱 你看你的小孩要委托谁 这是大事 这不是小事 像我小孩小的时候 我们经常要出国 出国你小孩子找谁照顾 你不能带出去 那总要找到非常可靠的人 所以我平常就留意 我的朋友里面 哪几个人 是可以把我小孩偷给他的人 哪几个人 是可以做什么事情的人 我通通搞得很清楚 那到时候 我就很安全地 把问题办好 就不会找麻烦 人生最要紧的 就是做到自己不后悔 如此而已 后悔是没有用的 后悔是不能弥补的 后悔经常造成那种遗憾 那不后悔 好坏是一回事 成败是一回事 只求不后悔 老实讲有时候啊 失败的人 反而比成功的人 日子更好过 不见得成功就好过日子 不见得 你看有钱人苦恼多多 我相信各位也听到这样的故事 那个楼上楼下两家人住 上面是个大富翁 整天笑得也笑不出来 更不要说唱歌了 下面是个穷 做皮鞋的 他整天唱歌 快乐都不得了 上面那个富翁 就很感慨 人家那么穷 整天笑哈哈的 我这么有钱 整天这么苦恼 她的朋友就告诉她 你想要快乐吗 她说当然了 那很简单 你就把钱送给楼下就好了 太简单了 她就真的把钱送给楼下 从此楼下一个歌也唱不出来 整天知道你愁眉哭脸 不知道钱要怎么办 她就开始笑了唱歌了 太容易了 钱有很多很多的好处 但是钱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就好像我们讲科学一样 科学有很多很多好处 但是科学有这个问题 科学没有办法解决交通问题 你看现在科学那么发达 塞车就是塞车 你说我是科学家 照塞 她怕你啊 对不对 科学第一个 没有办法解决塞车的问题 第二个 没有办法解决空气污染的问题 第三个 没有办法解决房子 到底是多还是少的问题 根本没有办法 你要讲什么科学 科学带给我们很多很多好处 但是科学不能解决的问题一大堆 没有什么东西是万能的 所以我希望各位你相信什么东西 相信到差不多就好了 不能再相信下去 再相信下去你就完蛋了 我再问你什么叫差不多 很多人不会解释差不多 然后把差不多整个误解掉 差不多 真正的意思 就是 叫做不能差太多 不能差太多就是刚刚好嘛 你还骂什么 我请问你这些灯都是一模一样的吗 你如果说是 那你是完全外行 这些灯每一个都不一样 彼此差不多而已 你是真正内行 那差不多就好了嘛 你还要怎么样 各位好好回去啊 重新想一想 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就是差不多 但是我们已经搞得一塌糊涂了 已经搞得一塌糊涂了 你想从我这里拿到五千块 我给你五千 你算一下说差不多差不多 就是刚刚好 你想从我这里拿到五千块 我只给你一千五 你算了半天会说差不多 那才怪的 你说差太多了 差那么多 差太多才是不好 差不多是最好的 谢谢大家